你有没有遇到对你很好的前男友 有啊 他送我金条 好了 好了 感觉应该已经没有男人了 今天有请到我美国的好友 给你们出一期海望教学 咋不接电话呢 你咋这么久才接电话 我们在家里 家里不在放手 家里又塞满了男人吗 可能知道没有 就是有一个不速之客 因为我前男友突然从 夕阳飞了10个小时过来见我 你一般跟行情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如果感觉不是很满意怎么办 约他一起遛狗 为什么 如果他是个照片 你就说OK遛完了 我要把狗放回去了 如果合适的话 你就说我们接下来去哪里哪里吧 但是我要回去把狗放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可以回去做一点准备 喷香水换衣服 这男的千万不要喷香水 他们其实都不太喜欢这个味道的 因为我身体乳 味道又淡 才能混着你的体香 然后狗也遛完了 你至少10个小时 今天你都不太需要再回家了 才树立了你 很有责任心的一个形象 他家的狗也就感冒了 说走电窜息 你们行的了 金牛座 如何判断金牛座喜不喜欢一个人啊 金牛座目的很强 是能跟你出来 完之后还能见第二面 基本上都会喜欢你 金牛座好像对了很喜欢的人 就很包容 很好说话 对不起 会拒绝 对不起 但他这一短的时间内 体会到坐过山车的感觉 看了加倍 真的吗 那我感觉我真的好好说话 所以有人约你吗 像你一约就出来 那他肯定是把他的事情安排完了才来找 那以后他都这样 那不行啊 你要是拒绝他重新安排时间的话 那他以后肯定是先问你 再安排他的事 这段话你们就掌控了他的时间了 哇你好顶啊 就是平时啊 千万不要说谎 一定要说实话 你可以挑着说 你有没有遇到对你很好的前男友 哇 他是我精巧